话说宝玉见秦文将雀球补完 已使得利尽神威 盲命小丫头子来替他捶着 彼此捶打了一会歇下 没一顿饭的功夫 天已大量 且不出门 只叫快传大夫 一时王太医来了 整了脉 疑惑说道 昨日已好了些 今日如何反虚微浮缩起来 敢是吃多了饮食 不然就是劳了神思 外感却道清了 这汉后失于调养 非同小可 一面说 一面出去开了药方进来 宝玉看时 已将疏散驱邪珠药捡去了 到天了福林 帝皇 当归等一神养血之际 宝玉盲命人间 去 一面探说 这怎么处 糖货有个好歹 都是我的罪孽 秦文睡在枕上骇道 好太爷 你干你的去吧 那里就得劳病了 宝玉无奈 指得去了 至下半天 说身上不好就回来了 秦文此证虽重 幸亏他素席是个使力不使心的 在素洗饮食清淡 积饱无伤 这假宅中的风俗秘法 无论上下 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 总以禁恶为主 四则服药调养 故于前日一病时 竟饿了两三日 又谨慎服药调治 如今劳碌了些 又加倍培养了几日 便渐渐的好 了 近日园中 姊妹接个在房中吃饭 吹窜饮食一变 宝玉自能变法药汤药更调停 不必戏说 习人送母病后 夜已回来 摄月便将平儿所说 送妈坠儿一事 并请吻碾竹出去等话 依依也曾回过宝玉 习人也没别说 只说太性急了些 只因李丸依依实气感冒 行夫人又震害火眼 迎春秀燕接过去朝夕试药 离沈之地又接了离沈和李文离起家去坠日 宝玉又见习人常常私母寒悲 秦文由魏大玉 因此施舍之日 皆未有人作心 便空了己舍 当下已是腊月 离年日尽 王夫人与凤姐置半年事 王子腾生了九省都减典 甲宇村补受了大司马 协理军机参赞朝政 不提 且说甲真那边 开了宗祠 着人打扫 收拾公器 请神主 又打扫上房 以备玄公一针影像 此时荣宁二府内外上下 皆是茫茫碌碌碌 这日宁府中尤氏正起来 同甲蓉之妻打点 送甲母这边针线礼物 正直丫头捧了一茶盘 压碎刻子进来 回说 星儿回奶奶 前儿那一包碎金子 共是一百五十三两六千七分 里头成色不等 共总清了二百二十个刻子 说着地上去 尤氏看了看 只见也有梅花式的 也有海棠式的 也有笔定如意的 也有八宝莲春的 尤氏命 收起这个来 叫他把银刻子快快交了进来 丫鬟答应去了 一时甲真进来吃饭 甲蓉之妻回避了 甲真因问尤氏 咱们春季的恩赏可领了不曾 尤氏道 今儿我打发荣耳官去了 甲真道 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 多少是皇上天恩 早官了来 给那边老太太建国 制了祖宗的功 上领皇上的恩 下则是托祖宗的福 咱们那 怕用一万银子共祖宗 到底不如这个又体面 又是詹恩惜福的 除咱们这样一二家之外 那些是习穷官二家 若不仗着这银子 拿什么上宫过年 真正皇恩浩大 想得周到 尤氏道 正是这话 二人正说着 只见人回 哥来了 甲真便命叫他进来 只见甲荣捧了一个小黄布口袋进来 甲真道 怎么去了这一日 甲荣陪笑回说 今儿不在礼部官领 又分在光禄寺库上 因又到了光禄寺才领了下来 光禄寺的官儿们都说问父亲好 多日 不见 都着实想念 甲真笑道 他们那里是想我 这又到了年下了 不是想我的东西 就是想我的戏酒了 一面说 一面瞧那黄布口袋 上有印就是黄恩永熙四个大字 那一边又有礼部慈祭司的忧 又写着一行小字 道是宁国公甲眼荣国公甲元恩赐 永远春季赏共二分 竟折一若干两 某年月日龙敬畏后补侍卫甲荣当堂领器 执年四成某人 下面一个猪笔花鸭 甲真吃过饭 灌树壁 换了靴帽 令甲荣捧着银子跟了来 回过甲母王夫人 又至这边回过甲设行夫人 方回家去 取出银子 命将口袋向宗祠大炉内坟了 又命甲荣道 你去问问你脸二婶子 正月里寝吃年酒的日子你了没有 若你定了 教书房里明白开了单子来 咱们再寝食 就不能种饭了 就年不留心种了几家 不说咱们不留神 倒像两宅商议定了送虚情 怕废事一样 甲荣芒答应了过去 一时 拿了请人吃年酒的日期单子来了 甲真看了 命交与赖生去看了 请人别种这上头日子 因在厅上看着小丝们抬为平 擦抹机 按金银供器 只见小丝手里拿着各饼铁并一篇账目 回说 黑山村的乌庄头来了 甲真道 这个老砍头的金儿才来 说着 甲荣接过饼铁和账目 盲展开捧着 甲真道背着两手 向甲荣手内只看红饼铁上写着 门下庄头乌尽笑扣请也 奶奶万福金安 并公子小姐金安 新春大喜大福 荣贵平安 家官尽路 万事如意 甲真孝道 庄家人有些意思 甲荣也盲笑说 别看文法 只取个吉利罢了 一面盲展开单子看时 只见上面写着 大陆三十只 张子五十只 桃子五十只 仙猪二十个 汤猪二十个 龙猪二十个 野猪二十个 加辣猪二十个 野羊二十个 青羊二十个 加汤羊二十个 加风羊二十个 寻黄鱼二个 各色杂鱼二百斤 活鸡 鸭 鹅各二百只 风鸡 鸭 鹅二百只 野鸡 兔子各二百对 熊掌二十对 鹿鸡二十斤 海参五十斤 鹿蛇五十条 牛蛇五十条 撑干二十斤 针 松 桃 杏然各二口袋 大队虾五十对 干虾二百斤 银双碳上等选用一千斤 中等二千斤 柴碳三万斤 玉田腌枝米二十 碧若五十斤 白若五十斤 粉羹五十斤 杂色两股各五十斤 下用长米一千斤 各色干菜一车 外卖两股 牲口各项之银 共折银二千五百两 外门下孝敬哥儿且耳玩意 活鹿两对 活白兔四对 黑兔四对 活锦姬两对 西洋鸭两对 贾真便命带进他来 一时 只见乌尽孝敬来 只在院内磕头请安 贾真命人拉他起来 孝说 你还应朗 乌尽孝孝悔 托爷的福还能走得动 贾真道 你儿子也大了 该叫他走 走也罢了 乌尽孝孝道 不瞒爷说 小的们走惯了 不来也闷得慌 他们可不是都愿意来 见见天子脚下世面 他们到底年轻 怕路上有闪失 再过几年就可放心了 贾真道 你走了几日 乌尽孝道 回爷的话 今年雪大 外头都是四五尺深的雪 前日忽然一暖一化 路上竟难走得很 耽搁了几日 虽走了一个月零两日 一日子有限了 怕爷心骄 可不敢着来了 贾真道 我说呢 怎么今儿才来 我才看那单子上 今年你这老货又来打 泪台来了 乌尽孝忙进前了两步 回到 回爷说 今年年成实在不好 从三月下雨起 接接连连直到八月 竟没有一连勤过五日 九月里一场晚大的宝子 方近一千三百里地 连人带房并牲扣粮食 打伤了上千上万的 所以才这样 小的并不敢说谎 贾真纣梅道 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两银子来 这够做什么的 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 今年到有两处爆了汗烙 你们又打擂台 真真是又叫别过年了 乌尽孝道 爷的这地方还算 好呢 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里 谁知竟大差了 他现管着那府里八处庄地 比爷这边多这几倍 今年爷指这些东西 不过多二三千两银子 也是有饥荒打呢 贾真道 正是呢 我这边都可 已没有什么外向大事 不过是一年的费用费些 我受些委屈就省些 再者年利送人请人 我把脸皮厚些 可省些也就完了 比不得那府里 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 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 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 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 不和你们要 找谁去 乌尽孝孝道 那府里如今虽天了事 有去有来 娘娘和万岁也起不赏的 贾真听了 笑向贾荣等道 你们听 他这话可笑不可笑 贾荣等盲笑道 你们山傲海言自上的人 那里知道这道理 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 他心里纵有这心 他也不能做主 岂有不赏之理 按时道结不过是歇采断古董玩意儿 纵赏银子 不过一百两金字 才值了一千两银子 够一年的什么 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 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 你 算算那一柱共花了多少 就知道了 再两年再一回省亲 只怕就精穷了 贾真笑道 所以他们庄家老是人 外名不知里暗的是 黄柏木坐庆锤子 外头体面里偷苦 贾荣又笑向贾真道 果真那府里穷了 前二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商议 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 贾真笑道 那又是你凤姑娘的鬼 那里就穷到如此 他必定是见去路太多了 实在赔得很了 不知又要省那一项的钱 先设此法使人知道 说穷到如此了 我心里却 有一个算盘 还不置如此田地 说着 命人带了乌尽笑出去 好生待他 不在话下 这里贾真吩咐将方才各物 留出公主的来 将各样取了些 命贾荣送过荣府里 然后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 愚者派出等力来 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下 命人将族中的子职换来与他们 接着荣国府也送了许多公主之物 及贾真之物 贾真看着收拾完被供器 撒着鞋 披着奢利孙大求 命人在听住下时机上太阳中铺了一个大狼皮褥子 傅宣贤看各子弟们来领取年物 因见贾 秦一来领物 贾真叫他过来 说道 你做什么也来了 谁叫你来的 贾秦垂首回说 听见大爷这里叫我们领东西 我没等人去就来了 贾真道 我这东西 原是给你那些闲着无事的无尽义的小叔叔兄弟们的 那二年你闲着 我也给过你的 你如今在那府里馆市 家庙里馆和尚道士们 一月又有你的分历外 这些和尚的分历银子都从你手里过 你还来取这个 太野贪了 你自己瞧瞧 你穿得像个手里使钱办事的 先前说你没进意 如今又怎么 了 比先倒不像了 贾秦道 我家里猿人口多 费用大 贾真冷笑道 你还知无我 你在家庙里干的事 打量我不知道呢 你到了那里自然是爷了 没人敢围绕你 你手里又有了钱 离着我们又远 你就为王称霸起来 夜夜招聚肥肋肋赌钱 养老婆小子 这会子花的这个形象 你还敢领东西来 领不成东西 领一顿妥水棍去才罢 等过了年 我必和你脸二叔说 换回你来 贾秦红了脸 不敢答应 人回 北斧水王爷送了自连 荷包来了 双引号 贾真听说 忙命贾荣出去款贷 只说我不在家 贾荣去了 这里贾真看着领完东西 回房宇游是吃必晚饭 一宿无话 至四日 更比往日忙 都不必戏说 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 各色齐备 两府中都换了门神 连队 挂牌 新游了陶府 焕然一新 宁国府从大门 宜门 大厅 暖阁 内厅 内三门 内一门 并内色门 直到正堂 一路正门大开 两边接下一色诸红大高照 点得两条金龙一般 四日 由贾母有告封者 接案品集着朝府 先坐八人大 叫 带领着众人进宫朝贺 行礼领燕必回来 便到宁国府暖阁下轿 诸子弟有位随入朝者 接在宁府门前排班四喉 然后引入宗祠 且说宝秦是初次 一面细细留神打亮这宗祠 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 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 上悬一块匾 写着是假式宗祠四个字 旁书衍圣公孔祭宗书 两旁有一副掌帘 写道士 丹脑涂地 赵姓赖宝玉之恩 功名冠天 白带阳征常之圣 一眼圣公所书 进入院中 白石涌路 两边接是苍松翠柏 月台上设着 清绿谷铜顶一等器 暴煞前上面悬一九龙金扁 写道士 心灰腐壁 乃仙黄玉笔 两边一副对联 写道士 薰夜有光昭日月 功名无见及儿孙 义是玉笔 五间正殿前悬一闹龙田清扁 写道士 慎中追远 旁边一副对联 写道士 以后儿孙成福德 至今离数念荣宁 据实欲比 里边相逐辉煌 紧障秀目 虽列着神主 却看不真切 只见贾府人分招募排班立定 贾敬主祭 贾赦赔祭 贾真献绝 贾连贾从献博 宝玉捧香 贾昌贾灵斩败坦 守坟 十 轻衣乐奏 三线绝 拜兴币 焚伯殿酒 礼币 乐止 退出 众人为随着贾母至正堂上 影前紧慢高挂 彩平张护 香竹辉煌 上面正居中悬着凝蓉二组一项 皆是披蟒腰玉 两边还有几轴列组一影 贾姓贾指等从内移门哀刺猎战 直到正堂廊下 坎外方是贾敬贾舍 剑内是个女眷 众家人小厮接在移门之外 每一道菜制 传至移门 贾姓贾指等便接了 暗次传至街上贾敬手中 贾荣系长房长孙 独他随女眷在剑内 梅贾敬捧菜制 传于贾荣 贾 荣便传于他妻子 又传于凤姐游氏诸人 直传至贡桌前 方传于王夫人 王夫人传于贾母 贾母方捧放在桌上 行夫人在贡桌之膝 东向立 同贾母宫放 直至江菜饭汤点酒茶传完 贾荣方退出下街 归入贾秦阶位之首 樊从文旁知名者 贾敬为首 下则从御者 贾真为首 在下从草头者 贾荣为首 左朝右暮 南东女夕 四贾母捏香下拜 众人方一起跪下 将五间大厅 三间暴煞 内外狼言 街上街下两单池内 花团紧簇 塞得无一系空地 鸭雀无 闻 只听铿锵叮当 金灵玉 微微摇曳之声 并起跪靴 吕萨塔之响 一时礼弊 甲敬 甲舍等便忙退出 至荣府砖后 与贾母行礼 游氏上房 早已席地铺满红毡 当地放着橡笔 三足丘炎 留金发廊 大火盆 正面抗上 铺新新红毡 设着大红彩绣 云龙捧瘦的靠背 引诊 外令有黑狐皮的符字 搭在上面 大白狐皮坐入 请贾母上去坐了 两边又铺皮入 让贾母一背的 两三个轴里坐了 这边横头排插之后 小炕上 也铺了皮入 让行夫人等坐了 地下两面相对 十二张雕 七以上 都是一色灰鼠 以搭小入 每一张以下一个 大铜角炉 让宝琴等姊妹坐了 由是用茶盘 亲捧茶与贾母 荣妻捧与种老祖母 然后由是又捧与 行夫人等 荣妻又捧与种姊妹 凤姐礼丸等 只在地下四喉 茶壁 行夫人等便 先起身来是贾母 贾母吃茶 与老轴里闲话了两三句 便命看叫 凤姐儿忙上去玩起来 由是笑回说 已经预备下老太太的晚饭 每年都不肯赏些体面用过晚饭过去 果然我们就不急凤丫头不成 凤姐儿掺着贾母笑道 老祖宗 快走 咱们家去吃饭 别理他 贾母笑道 你这里攻着祖宗 忙得什么事的 那里隔得住我闹 况且每年我不吃 你们也要送去的 不如还送了去 我吃不了 留着明儿在吃 岂不多吃些 说得众人都笑了 又吩咐他 好生派妥当人夜里看香火 不是大义得的 由是答应了 一面走出来至暖阁前上了轿 由是等闪过屏风 小丝门才领教夫 请了轿出大门 由是一随行夫人等同至荣府 这里轿出大门 这一条街上 东一边河面涉猎着宁国公的仪 仗直是乐器 西一边河面涉猎着荣国公的仪 仗直是乐器 来往行人皆秉退 不从此过 一时来至荣府 也是大门正厅直开到底 如今便不再暖阁下轿了 过了大厅 便转弯向西 至贾母这边正厅上下轿 众人为随同至贾母正式之中 亦是锦音秀平 焕然一新 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 百合草 贾母归了座 老嬷嬷来回 老太太们来行礼 贾母忙又起身要迎 只见两三个老轴里已进来了 大家玩手 笑了一回 让了一回 吃茶去后 贾母只送至内衣门 便回来 归正座 贾进贾设等领诸子弟进来 贾母笑道 一年嫁男为你们 不行礼吧 一面说着 一面男一起 女一起 一起一起 巨行过了礼 左右两旁设下交椅 然后又按掌又挨刺龟座受礼 两府男父小私丫鬟一按差意上中下行礼壁 散压岁前 荷包 金银刻 摆上荷欢宴来 南东女西龟座 献图酥酒 荷欢汤 吉祥果 如意高壁 贾母起身进内间更衣 众人方各散出 那晚各处佛堂造王前焚香上供 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指马相供 大官员 正门上也挑着大鸣角灯 两溜高照 各处皆有路灯 上下人等 皆打扮得花团锦簇 一夜人声嘈杂 雨笑喧甜 暴竹起火 若意不绝 至四日五谷 贾母等又暗品大庄 百全赴直视进宫朝贺 兼住元春千秋 领艳回来 又至宁府寄国列祖 方回来受礼弊 便换衣歇息 所有贺杰来的亲友一概不会 只和薛姨妈李沈二人说话曲变 或者同宝玉 宝琴 钗 玉等姊妹敢围棋抹牌作戏 王夫人与凤姐是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 那边听上院内街是戏酒 亲友络意 不觉 一连忙了七八日才完了 早又元宵将近 宁容二府接张灯结彩 十一日是贾舍请贾母等 四日贾珍又请 贾母接去随便领了半日 王夫人和凤姐儿连日被人请去吃年酒 不能圣祭 至十五日之夕 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 定一般小戏 满挂各色家灯 带领荣明二府各子侄孙男孙习等家宴 贾静宿不如酒 也不去请他 于后十七日祖寺已完 他便仍出城去休养 便这几日在家内 亦是静视莫处 一概无听无闻 不在话下 贾舍略领了贾母之 四 也便告辞而去 贾母之他在此彼此不便 也就随他去了 贾舍自到家中与众门客赏灯吃酒 自然是声歌锅耳 锦绣迎谋 其曲便快乐令与这边不同的 这边贾母花厅之上 共摆了十来席 每一席旁边射一击 挤上射卢平三世 焚着玉四百合公香 又有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三寸高的 点着山石布满青苔的小盆景 据是新鲜花卉 又有小洋漆茶盘 内放着旧瑶茶杯并食锦小茶调 里面泡着上等明茶 一色结式紫檀透雕 欠着大红沙透绣花卉 并草字诗词的英 若 原来秀这英若的也是个姑苏女子 名幻惠娘 因她亦是书香幻门之家 她原精于书画 不过偶然秀一两件针线作耍 并非是卖之物 凡这平上所秀之花卉 街坊的是唐 宋 圆 名各名家的哲之花卉 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 本来非一位农艳将功可比 每一支花策皆用古人提此花之旧句 或诗词歌赋不一 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 且字迹勾踢 转折 轻重 连段皆与彼草无异 亦不比是秀自己板强可恨 她不仗此计获利 所以天下虽之 得者甚少 凡 是患富贵之家 无此物者甚多 当今便称为会秀 竟有世俗设立者 近日访其真迹 愚人获利 天这会娘命妖 十八岁便死了 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 凡所有之家 纵有一两件 皆珍藏不用 有那一干汉林文魔先生们 因身兮会秀之家 便说这秀字不能尽其妙 这样笔记说一秀字 凡似乎唐突了 便大家商议了 将秀字便隐去 换了一个文字 所以如今都称为绘文 若有一件真绘文之物 驾则无限 甲府之戎 也只有两三件 上年将那两件已尽了上 目下只剩这一副英落 一共十六扇 甲母爱如珍宝 不入在请客各色陈设之内 只留在自己这边 高兴白酒时赏完 又有各色旧瑶小瓶中 都点缀着碎寒三有 玉堂富贵等鲜花草 上面两席是 李沈薛姨妈二位 甲母于东边 设一头雕奎 奎龙护平矮足短踏 靠背 银枕 疲入俱全 踏之上一头又设一个 极青巧扬七苗金蟹 挤上放着茶吊 茶碗 树鱼 阳金之类 又有一个眼镜匣子 甲母歪在榻上 与众人说笑一回 又自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 又向薛姨妈李沈笑说 恕我老了 骨头疼 放肆 容我歪着香陪吧 因幼命琥珀坐在榻上 拿着美人全垂腿 踏下并不摆席面 只有一张高姬 却设着樱落花瓶香炉等物 外令设一精致小高桌 设着酒杯持住 将自己这一席设于踏旁 命宝琴 香云 黛玉 宝玉四人坐着 每一转一果来 先鹏与贾母看了 喜则留在小桌上尝一尝 仍彻了放在他四人席上 只算他四人是跟着贾母坐 顾下面方是行夫人王夫人之位 在 下便是尤氏 李婉 凤姐 甲荣之妻 西边一路便是宝钗 李文 李启 秀燕 迎春姊妹等 两边大梁上 挂着一对连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碎灯 每一席前树一柄漆干到垂荷叶 叶上有竹杏插着彩竹 这荷叶乃是赞发狼的 活性可以扭转 如今皆将荷叶扭转向外 将灯影逼住全向外照 看戏分外真切 窗戈门户一起摘下 拳挂彩碎各种宫灯 狼岩内外及两边游狼罩棚 将各色羊角 玻璃 戳纱 撂丝 或绣 或画 或堆 或抠 或卷 或纸珠灯挂满 狼 上几席 便是贾真 贾脸 贾环 贾从 贾荣 贾勤 贾云 贾灵 贾昌等 贾母也曾插人去请众族中男女 赖他们或有年迈懒于热闹的 或有家内没有人不便来的 或有疾病烟禅 欲来尽不能来的 或有一等度富贵贫不来的 甚至于有一等增位奉解之为人而赌气不来的 或有修口修脚 不贯见人 不敢来的 因此足重虽多 女客来者只不过贾君之母楼是带了贾君来了 男子只有贾琴 贾云 贾昌 贾灵四个县是在凤解麾下办事的来了 当下人虽不全 在家庭间小宴中 属来也算是热闹的了 当又有林知孝之期带了六个媳妇 抬了三张抗桌 每一张上搭着一条红毡 毡毡毡毡毡 毡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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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毡 毡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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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毡 Eltern 毡毡毡毡毡 毡毡毡毡毡 毡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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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毡 将一张送至贾母踏下来 贾母便说 放在当地坝 这媳妇们都素知规矩的 放下桌子 一并将钱都打开 将踩绳抽去 散堆在桌上 正唱西楼会 这出江中 于书夜因赌气去了 那文豹便发科混道 你赌气去了 恰好今日正月十五 荣国府中老祖宗家宴 带我骑了这马 赶进去讨些果子 吃是要紧的 说必 饮得贾母等都笑了 薛姨妈等都说 好个鬼头孩子 可怜见的 凤姐便说 这孩子才九岁了 贾母笑说 难为她说得巧 便说了一个赏赐 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下婆罗 听见一个赏赐 走上去向桌上的扇钱堆内 美人便搓了一婆罗 走出来向戏台说 老祖宗 姨太太 亲家太太赏文报买果子吃的 说着 像 台上便一撒 只听霍朗朗满台的前响 贾珍贾连已命 小丝们抬了大菠萝的前来 暗暗的预备在那里 听见贾母一嗓 调之端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